如同五雷轰顶 王国强仿佛一下地被击倒了 他和妻子商量了许久 最后决定离开此地 离开熟人的视线 他们打算躲到南加州 靠近墨西哥湾的地方 那里杂居的人很多 治安混乱 不会有人关注到他们 由于上飞机要检查证件 坐火车要护照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行踪 王国强夫妇只好坐了三天 不使用护照的挥狗巴士 来到了南加州 并在一处合租房里住了下来 在这里 王国强夫妇一住就是半年多 这期间 他们几乎没有给别人打过电话 不和美国的同学和朋友联系 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为了不暴露行踪 王国强夫妇非常谨慎 不敢用护照去租好点的房子 而是选择了不用护照 就可以租赁的 各色人种杂居的合租房 合租房租金便宜 一个月不足五百美金 但是合租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房客人高马大 生大如中 少有休养 王国强的妻子刚来美国的时候 还有点姿色 房客看到王国强的妻子时 就目露荧光 让王国强的妻子 整天都惊恐不安 王国强只好每天都和妻子待在一起 以防不凑 白天 他们躲在自己的不足十平方的屋子里 只有到了傍晚 才敢出门透透气 步行到超市买点吃的 那段时间 王国强和妻子 整天就是两双寒泪而惊恐的眼睛 互相可怜地打量 吃的 只能捡最便宜的买 从来也没有天制过衣服 王国强的妻子 这期间就没有用过化妆品 就连她的理发 都是妻子帮她完成 妻子自己的头发 也由她自己剪 日子一长 两个人很快就面黄棘手 变得跟非洲难民一样 此后 王国强夫妇 不敢再到美国其他的城市 一直在南加州居住 苟且偷生 由于营养不良 加上精神负担 王国强和妻子都身患多种疾病 王国强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 有一次 心脏病发作 差点丢掉了性命 而王国强的妻子 有清光眼 假抗 抑郁 因为在美国买治病的药都需要处方 都需要持护照才能见到医生 生怕暴露行踪的王国强夫妇 别说去医院 连最基本治疗用的药都买不到 为了不被当地人认出他们逃犯的身份 也为了省钱 王国强夫妇患病后 不得不去当地的小诊所进行治疗 不敢去正规的大医院 这样一来 他们的病情就加重了 在美国期间 王国强几次患心脏病和高血压 都艰难地挺了过来 而在逃亡期间 王国强通过网上新闻获悉 他的岳父和妻子的姐姐去世 由于无法回国进行探望 王国强的妻子着急上火 整日以泪洗面 清光眼疾病越发地严重 几乎接近失明 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和生活来源 加上天天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 王国强和妻子经常吵架 这种逃亡的日子 和国内的生活相比 简直是一个地下 一个天上 整天是度日如年 生不如死 都说美国是天堂 直到身临其境后 王国强才知道 中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家 如果在入奸和美国苟且偷生的处境 两者必选其一 他宁肯入奸 那段日子 不是一个正常人能过的 王国强痛恨自己 把他和妻子 带入了一条绝境 就在这时 党和国家的政策 让王国强终于迈上了回归祖国 向国人谢罪的正确道路 在美国外逃期间 王国强经常阅读当地的中文报纸 并上网看新闻 看电视 实施关注国内发生的新闻 尤其是关于境外追逃追赃的消息 从新闻中 王国强知道 十八大以后 中央已经采取了一系列 强有力的措施 去打击腐败犯罪 并且 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很多国际会议上 都强调 中国要加强 与相关国家的执法合作 全力击捕中国在海外外逃的犯罪嫌疑人 2014年10月 王国强通过网络新闻 看到了中国执法机关 联合发出的通知 如果中国在境外外逃犯罪嫌疑人 在12月1号前回国自首 执法机关会考虑 给他们从轻处罚 与其在美国过着逃犯的生活 天天等待 随时有可能被公安机关抓获 王国强宁愿选择 回国积极坦白自己的罪行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外逃两年后 2014年12月22号 王国强从美国乘坐班机 抵达中国首都北京 向中国警方自首 踏上中国大地的那一刻 王国强变得异常瓶颈 也许他这才真正体会到 这生不如死的逃亡生涯 终于结束了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 王国强写下字数 真实地记述了自己一国逃亡的生活 这份字数是一份生动的教材 他警示着 那些违纪违法后 妄图以外逃逃避党纪国法制裁的党员干部 外逃就是一条不归路 王国强涉嫌职务犯罪 已被移送辽宁省检察机关等待起诉 这位曾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的巨贪 亡命天涯后 终究得到了他早该得到的惩罚 而王国强的下场 对于其他贪官来说 是前车之简 正如王国强在《忏悔书》中所说的那样 世界上没有避罪天堂 只有迷途知返 回国自首 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